大家好 欢迎收看十二月四号 由股东前朝所提供的台股关盘重点 台股今天要挑战连续第九天的上涨 早盘看到在台积电还有台数四宝 是比较压盘的 指数开低 但是在低点的时候是有利手七千五百五十点的 资金今天转向了中小型股 明年需求旺盛情况之下 今天盘面上的人气指标有两个 一个是触控族群 一个在LED的指标 那么在野村证券罕多 还有心机启发的效应之下 宏大店今天盘中也攻上了半年线了 对后市大盘的看法 王兆丽副总有提醒 指数首稳七千五百一十五点的时候 有利于台股继续的震荡走高 另外黄金者副总提醒 目前来观察KD指标已经在八十五 在高档有人说是不是短线过热的危机 但是他认为在这边高档出现了顿化 这个盘先用右空盘来做观察 另外张正总经理有提醒 现在盘面上多空的价位在七千五百九十点 短线先建议投资朋友避开大型股操作 好 电子股的看法 今天盘面上最强势的就是在触控相关的族群 朱成志社长提醒几个观察指标 包括在盛华 核心 安可 界面 杨华 以及正达的身上 今天收盘的时候 2384盛华 3049的核心 还有在3149的正达 都是亮灯 供上涨停板的 还有一个人气指标是在LED 那么某位政府分析师提到观察 就观察晶电 异光 还有在新世纪的身上 另外在江文胜分析师有提醒 中小型的电子股 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几个题材 Windows的笔电 大尺寸的电视 以及在光纤类股 另外资产股 今天看到盘面上转强的是 航空城概念股 指标股图米风老师有提醒观察 是荣运 还有在远雄港 另外在航空双雄 华航跟长榮航空在尾盘 也都看到展翅高飞 股价上涨幅度都是超过4% 华航大涨了有4% 金融股今天早盘比较没有表现 但是在午盘过后 开始出现收敛跌幅 蔡明璋 蔡总提醒 要抢人民币的情况之下 金融股预期当中 是可以相对抗跌的 以上就是今天 12月4号的台股关盘重点 提供给您 金融股预期当中